综合变道可不妄在9月份就要开放中型巴士通行 为了迎接观光客 三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就推行了亲近家园活动 只要5个人报名就可以成团 而且花上半天的时间进山打扫 每个人还可以获得500元的补贴 期待一年要带动70万的旅游人赐 921地震后综合中断十多年 地方盼望通车终于有了新的曙光 公路总局预估在9月份开通中型巴士通行 为了迎接观光客 三山国家风景管理处就推行亲近家园活动 民众花半天的时间进山打扫 每人就可以获得500元的补贴 我们三下游客的主团 只要5个人以上成团 基本上我们最高每一团补贴5000块 来让游客一边花半天的时间 你剩下时间可以游玩 那花半天的时间来帮忙我们进山扫街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尽一份心力 五人成团只要住在离山合法旅店都可以参与进山 透过劳力付出贴补助数费 而除了环境之外 三三丰管处跟打算和社区合作 推出深度的部落文化之旅 还有在雪霸国家公园也帮忙 辅导我们环山部落 接待家庭深度旅游 那接下来我们会借由环山部落 松茂部落 嘉阳部落 还有我们既有离山部落 来串联打造大离山地区 我们部落观光的一个深度旅游 三三丰管处也表示 终衡持续开通 离山势必涌入观光人潮 后续还会针对行销推广 人力资源和交通接驳等方面来通盘检视 提出相对应的策略来带动离山的地区发展 记者的简单中 erto 这个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